舞蹈 舞蹈 舞蹈從古至今 一直都是許多作曲家作曲的元素之一 像是巴洛克時期 巴哈的組曲 就是由不同巴洛克舞曲組成 古典樂派時期 則是發展出小部舞曲的樂章 浪漫樂派 有肖邦所做的華爾茲 馬塑卡和波蘭舞曲等等 國民樂派時期 各個小國的民族舞蹈 也都是作曲家的作曲元素 到了20世紀 Piazzolla寫的新Tango 則是將古典音樂、爵士音樂 融合阿根廷的Tango 創造出他的作曲新風格 Tango的形成和影響 可以說從16世紀的奴役制 南非人被迫到阿根廷工作開始 當時大量的南非人在工作之餘 閒暇時間就是聚在一起跳家鄉的舞蹈 久而久之 南非的舞蹈像是Kendobe Milonga 就因此傳入並且影響阿根廷的舞蹈文化 後來到了19世紀中晚期 因為阿根廷的經濟快速成長 因此有了大型的城市發展計劃 開始有各國大量的移民 像是意大利、西班牙人到阿根廷來工作 希望可以用工作換來財富和更好的生活 但相反的卻帶來很多移民和犯罪的問題 這時候音樂和舞蹈就成了中下階級移工們抒發情緒的管道 在這批移民的文化背景影響下 舞蹈又再融合了波卡、華爾茲等其他的歐洲舞蹈 形成我們今天知道的Tango 在1913年後 這樣的Tango非常受到法國人的歡迎 Tango也慢慢從中下階級流行到上流社會 成為巴黎人的社交舞之一 並在整個歐洲流行 但後來因為一些政治局勢及外來的文化 Tango逐漸走向沒落 像是1955年 因為政治的動盪 當時阿根廷政府禁止三人以上聚會 Tango的活動因此被迫停擺 到了60年代 美國的Rock and Roll 藉由廣播在歐洲流行 1976年 阿根廷政府對社工、學生、藝術家等文人 進行逮捕長達七年的時間 以上這些原因都讓Tango不再像以往一樣的興盛 直到1983年 阿根廷走向民主政治 阿根廷仍開始尋求自我的價值 宣傳自我的文化 Tango舞團也在1985年 開始到美國紐約、法國、巴黎等國家表演 讓大家重新認識Tango 也讓Tango再次興起 就在1955年後 Tango開始走向沒落的這段時間 阿根廷的作曲家Piazzolla 發展出只有音樂 沒有舞蹈的新Tango音樂 身於阿根廷的Piazzolla 他的新Tango結合了小時候在紐約生活 當時正流行的爵士音樂 也結合了他從小學習的古典音樂 最後他在法國作曲老師 納迪亞、富朗熱的啟發下 確立了他以家鄉的舞蹈音樂為中心 融合爵士和古典音樂的元素 來作為他的作曲性風格 在Karen的畫作裡 可以看到他用眾多的抽象形體 來刻畫19世紀中晚期 移工聚在一起跳舞的景象 畫布上的暈染顏色 就像在形容Tango是文化的大融舞 另外黑夜白皺的配色 描繪移工們白天工作 夜晚跳舞的日常生活外 也像是在呼應Piazzolla的Tango音樂 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比較明亮 具有節奏性的快板 快板音樂在Tango的發展過程中 曾經是男舞者炫技舞步的樂斷 為的是吸引當時 佔少數的女舞者一起共舞 另一個部分是比較音域 具有相仇感的漫版 用音樂抒發移民 他們遠離家鄉對家鄉的思念 接下來要為大家演奏的大Tango 原來是寫給大提琴與鋼琴的版本 後來因為曲目大受歡迎 被改編成各種不同室內樂的組合 最後我們就以小提琴、中提琴、鋼琴三重奏的組合 演奏這首大Tango 來慶祝Piazzolla今年100歲的生日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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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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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